你好,感谢你点开我视频 这次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淘道的二手黑胶唱片 节目曲2016年拍摄的《帕特森》的电影原声 主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司机 不过当年他还没有出演2019年的《婚姻故事》 还是那个在2015年《星战7》里 摘了面具被吐槽好丑的反派 2016年老司机出演了这部《帕特森》 拿到了第42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从此他的演艺视野也进入了上升期 如今Adam Driver已然成为了大片专业户 不过我还是最喜欢他早期出演的这部《帕特森》 在我看来也许Adam Driver是继比尔莫瑞之后 最适合贾木许电影的男演员了 这张唱片的封面设计特意呼应了影片的关键词 导演在影片中无数次的重复 并强调孪生这个意象 这部《帕特森》致敬美国诗人 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电影 电影名《帕特森》来自于 William最著名的《同名诗集》 《帕特森》还特意将男主角的名字 也设定为帕特森 电影即关于帕特森这个人 也关于帕特森这座城 帕特森和William一样有着双重身份 William是一位牙医用业余时间写诗 而帕特森是公交车司机在空闲时间写诗 当然他最喜欢的诗人正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帕特森和妻子劳拉也是导演设置的一组有趣的对照 他们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但是他们都对生活细节非常敏感 还有同样用秘密笔记本写诗的小女孩 从大阪赶来帕特森看瀑布的日本旅人 每个人都是隐藏在帕特森小镇里的诗人 他们都是帕特森这个人这座城市的孪生 在电影帕特森中所谓的诗就是日常 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只是生活中的习惯 对于诗人和诗的颠覆是帕特森最根本的魅力 日本摄影师钟平卓马曾在《为什么是植物图鉴》一书的同名文章中 反思自己曾经充满失忆的摄影作品 他反思所谓的艺术家将自己心中的意象 也就是对这个世界预先认定的像 强加于作品之上的创作行为 如今我们身边充斥着这样的艺术作品 更被大众媒体上的各种影像图像所包围 将事物作为事物本身来描述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 无论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还是影片中的男主角帕特森 都为我们重新定义了诗人和诗 写诗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为了发表和供人观看 更不是为了美化生活本身 帕特森拒绝使用智能手机 也不接触大众媒体和屏幕 电影中出现的William和帕特森的诗句 都是最简单的对日常的观察和感受 而不是刻意地将诗意强加于日常 虽然是几乎不可能的 但是他们依然在尝试将事物作为事物本身来描述 相信看完这部影片 每个人都可以开始写诗 在帕特森中 流淌的时间被具象化了 导演贾木许充分利用了 时间这个影像独有的维度 非常巧妙又简单地把影片结构 设定为周一到周日 帕特森如同他每天佩戴的手表 绕着帕特森这座同名的城市 驾驶而三路公交车 每时每天每周永恒地转动 剧情把人物的对立和矛盾降到最低 帕特森唯一的麻烦就是家里的斗牛犬 看似重复枯燥的工作 帕特森总会遇到新的人 有新的感受 就像是妻子手中的创作 看似简单的黑白两色 却可以拥有无限的变化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在这张黑胶唱片的背面 是电影中每天早上都会重复的镜头 两个人同样是一黑一白的颜色对比 特别推荐大家在空闲的时候 一个人静静地重看帕特森 聆听梦境瀑布和分子的声音 感谢你看到这里 好电影和书一样 值得被反复观看 我是小轩 我们下期再见